哇塞 在这个石头上面粘着有两个 好大的 这边一个小的 看一下 今天我们要来这个 小溪里面 捡这种山坑楼 现在这个季节 这种山坑楼非常的多 这个比较小就不要了 这种像一个手指这么大的 非常的漂亮 这种山坑楼现在在我们这边 一斤都能卖到40块钱 非常的难得 这种楼 而且非常干净的 捡到之后 就可以回家 直接下锅炒了 掉了一个 哇 好多个 一个 两个 三个 还有一个大石灯 一个石头都粘在一起去了 哇 哇 哇 跑了一只鱼 太可惜了 上面粘着一只 一只那个粘食鱼啊 这里有四个 你看 哦 掉了 这下面还有啊 再摸一下 太可惜了 一个粘食鱼跑掉了 这里一个 刚刚玩又是什么东西呢 动来动去的啊 原来是一只鱼在上面 咦 五个 可以 也捡了五个 哇 这个也有三个 赶紧捡到了 牛 这个底下估计还有啊 啊 又一个 好大的 这个石头 轻轻的一搬拉 它就会掉了 又一个 哇 大头 这个过瘾过瘾过瘾 太过瘾了 你看都是特别干净啊 哇 这里这里这里 你看 这个石头下面 这是不是田螺 哇 应该是应该是好小小的 全部都站在这里啊 这么多 放回去放回去 打大了 哎呀 压了一下手指 这下面也有很多 哎 又见到一个 太难摸了 这个啊 有没有什么方法啊 能够这样子看得到底下 因为这个水在流动啊 比较深 又一个小孩 哎 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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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好像捉到一条鱼啊 在这个石头缝里面啊 看下什么鱼 好像是灵鳅一样的 走啦走啦走啦 哎呦呦 特别火特别火 拿那个篮子来 放到篮子里去 哇 这是什么鱼 我看一下 现在在这个河里面 现在在这个河里面徒手捉了一条鱼 你看 你看 这个好像是 马口 小马口 这么小的啊 特别火 把它放了吧 哇 这里还有石斑鱼啊 这里游来游去的 走吧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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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天我们来捡田螺的啊 帮你放了 哎 他能不走了 他觉得这个田螺里面更安全啊 走吧走吧 走吧 走 好 放山了 都是粘在石头上面 在这边 捡了半个多小时了 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收获啊 这里应该有一斤吧 这个你看 非常大 特别漂亮 全部都是非常干净的 反反发亮 这个山坑罗 呃 对水质要求非常的高 所以说 很多地方都没有啊 像这个山坑罗 在里面家乡有没有呢 不要回去了 这个视频就录到这里 咱们下期视频过去 拜拜 拜拜